You get what you get, and you don't get frustrated. Making the most of every given moment, c'est la vie. 你去争取你想得到的,千萬不要氣餒, 因为现实生活里面可以用很多种手段去夺取你的目的, 应该充分地利用每一刻才是王道。 今天首先我会为大家介绍几单最新的娱乐资讯, 然后我们一起回顾八九十年代一些很出色的艺术, 梅艳芳、张角榮、林珊珊、陈威嫣、 中楚雄,发生在陈八强身上的生活点滴, 当中有很多小为人知的日事, 有些是来自我电影圈的朋友, 有些是danser,有些是行公司以前的同事, 甚至乎有一位是去跟Danny小时候认识的朋友, 告诉我,当然是放到去压续,你们懂得做, 应该帮我点赞,好吗? 以下来的时间,希望带大家回去八九十年代, 一起回顾这位学生王子的风采, 不再让你孤单,阿沙陪你娱乐欢笑人间, never want to let you go, stay tuned on youtube channel smart travel, 各位乘客,表连近代表阿沙航公司及全组机舱服务员, 欢迎客下乘搭youtube22140客机前往香港, 更多谢已经参加了youtube频道Smart Travel的会员, 爱你们今天的客户经理阿沙, 这个航班主要的航道是讲死了V, 我们期望为你带来一次以舒适愉快的旅程, 敬请各位踊跃留言,慷慨解浪, pay me, pay me, 尽早成为会员,鼓励阿沙, 越做越好,多谢合作, Ladies and gentlemen, on behalf of Saar Airlines and my team, welcome aboard flight YouTube 2240 to Hong Kong, to our Smart Travel YouTube channel members, it's a pleasure to see you again, my name is Saar, the Smart Travel YouTube channel speaker, our main topic tonight is to talk about Sederby, we are looking forward to making your journey a pleasant and comfortable one, please be kind and generous to tip me, or join members of my YouTube channel Smart Travel, so sit back, relax and leave comments, may I please have your attention for the show time, thank you 多谢了,多谢了,多谢了, OK,好了, 不再让你过单阿沙陪你娱乐欢笑人间, never want to let you go, stay turn on YouTube channel Smart Travel, 你知道啦, 现在电视没什么特别的东西看的嘛, 所以你晚上没什么做的时候, 欢迎你, 每晚一个星期我只有两晚, 星期二、四我是放假而已, 除此之外, 每天晚上都在陪伴你们, 你们永远都不会孤单, 对不对, OK, 我们来到这个, 是的, 我应该我声线不要那么兴奋, 应该很心情, 因为我很小的时候, 已经喜欢了秦八强, 其实他不是我偶, 不单只是我偶像, 是很多很多万千少男少女的偶像, 从前的少女现在已经成年了, OK,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 香港的乐坛黄金时间, 大批的巨星在这个时候诞生, 光芒耀眼, 星光灿烂, Danny短短的三十五年的人生, 他在楼下作品总共几首歌, 大家知不知道, 七百五十首歌, 你知道了, 朱主席久不久, 都会在节目中唱一下, 陈八强的歌, 七百几首歌, 有时间都唱不完, 加上有时Danny会唱别人的歌, 每一首歌, 你听到歌迷心醉和怀念,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 陈八强的歌声包括了, 包含着紫色的忧屈, 晶瑩痛透, 好像是紫水晶一样, 三百珠迷人的光辉, 带无数人去入微微凄冷的心情, 景界, 我觉得呢, 怎么说呢, 他的歌声覆盖了我的童年, 因为为什么呢, 虽然呢, 我讲的秘密, 超级秘密, 你们不要笑我, 其实呢, 我初年呢, 就是二十岁, 我出来工作的时候, 才是第一次拍拖的, 哈哈, 是的, 但是呢, 我当时呢, 就是很小的时候, 那我童年呢, 就是被他的歌声去启蒙, 对于爱情的看法的, 但是, 你知道呢, 巨蟹座呢, 其实很感情, 就是很感性的, 对不对呢, 听起来他这种情情态态, 就是有些忧鬱的那种, 所以我当时的童年, 就是在我二十岁未拍拖的时候, 未真真正正正, in love的时候, 那我就有一种同景, 对于爱情的同景, 是完全符合了他的歌词里面的, 但是呢, 而且呢, 而且呢, 因为呢, 另外呢, 譬如呢, 就是我刚才所说, 譬如, 他怎么影响我呢, 他的歌, 除了他的歌聲之外 歌詞很影響到我 甚至乎歌名也影響到我 我知道這1284位朋友在看直播 我知道不是每個人都是我的鐵粉 但你容許我今晚懷念我這位超級偶像 二是到現在我都很深愛著他 我演繹幾句 我找朱主席來演繹幾句 我知道剛才過了1300人 我知道你們不是每個人都喜歡陳百強才進來看 但不是每個人都喜歡朱主席 容許我 這首歌名真的深深地影響我 童年時間 下了決心我決定提步去 忘掉同心的罪念和意淚 冷風明了心碎 將燕之熱望減退 沉鬱雙眼 將沖實門唏噓 有幾句吧 免得嚇走人 就是揮不去的你 其實單單這個歌名已經震撼我心靈 當時我小時候 所以聽了他的歌 我整個童年都是中了陳百強的歌的毒 好像金庸小說裏 什麼毒情花 很難針了一下 拔出來的時候非常痛 有這樣的情況 另外除了揮不虛的你 還有盈望 痴心眼內藏 太陽花 這些歌都是深深地影響我 我未拍過之前已經聽過這些歌 對我初年有一種憧憬 有一種幻想的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這種感覺 其實我一生之中 我只有一個偶像 就是陳百強 在80年代 如果我自己想聽歌 當然有機會可以聽到三音機裏播歌 當時我家裡很多兄弟姐妹 很多哥哥姐都這樣 不輪到我喜歡轉台就轉台 所以另一種方法怎樣可以聽到他的歌 就是我自己存錢買一些卡式錄音帶 又存錢買卡式錄音機 以前錯過他的唱歌 因為有些是黑膠碟 但當時我家裡沒有黑膠碟 是用我自己存錢的卡式錄音機去聽 聽一些錄音帶 比如說眼淚為你流 眼淚為你流 他的唱片也是很鎮定的 因為我小時候 我一看到唱片的風套設計 我已經深深被他吸引著 比如好像眼淚為你流 他穿一件白色的Polo T-shirt 肩膀搭一個鮮綠色的外套 又或者這個不再流淚的封面 紫色的冷衣 然後裏面穿一件白色的T-shirt Baggy的牛仔褲 再踩一隻很鮮色的橙色的Roller 很鮮聲奪目 而且笑容是小幼地有這種陽光味的年代 所以學生王子的稱號 他當之無愧 他不單是一個偶像 而且是很多華人的集體回憶 我們一起重溫一下他所有的一切一切 陳百強的英文名字 大家都知道是Danny 他在1958年9月7日出生 即是說再過多20分鐘 就是63歲的冥獸 他在1993年10月25日離世 他家裏有什麼人呢 爸爸是一個鐘標商人 陳百強是同父異母的三位哥哥 一個姐姐和一個弟弟 他小時候讀聖保羅南女校的中學和小學 而林敏聰也是同班同學 曾經Danny有一個電視特輯 也有請林敏聰上他的節目 但是我覺得林敏聰自小應該是很頑皮的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像占叔 就是整股李小龍拿去春袋那隻 我猜林敏聰可能那把口衰 他不知道他那麼頑皮 夠膽子去拿去陳百強春袋 這樣 他爸爸就是 大家都知道 如果Danny迷都知道他爸爸是一個粵劇迷 所以Danny早期的作品是有些唱歌 唱腔有些大氣腔的 不知道Danny迷的 又是朱主席 是朱主席 人生畢竟此是泛龍 命途難自由操縱 未能陳族永相伴 為緣化碟上碧空 尚對偏偏無 尚對偏偏無 仿似飄飄鮮惡送 重回復那自由身 千里長紅要飛中 好了 朱主席 謝謝大家 大家知不知道這首什麼呢 就是飛越彩虹 是不是你覺得唱腔好像唱大氣 所以很有趣 他自小就聽他爸爸的大氣 所以他早期的作品是有些歌 多謝這個Yan Ho 謝謝 但其實他的童年又如何呢 我喝一口水 接近千四人進來了 麻煩你們 現在只是三分之一人like 那可不可以幫我按一下手指 按個like 手機版就是影片的左下角 有一個喜歡的按鈕 幫我按個like 好嗎 謝謝 Danny 其實他父母的感情很早已經變淡 Danny不止一個媽媽 不說那麼多 大家知道就可以了 他的童年幾乎和媽媽相依為名 和那個同婦異母的哥哥姐姐 是不能作伴 可能是住在不同的一間屋 日子 所以他和他媽媽一起住在另一間屋 所以他的童年是在孤獨之中度過的 但是就在Danny八歲的時候 他已經在家裡多謝這個Betty 謝謝打賞 雖然Danny這麼孤獨 但是根據他媽媽之後接受了訪問 就說Danny八歲的時候已經在家裡表演唱歌和跳舞 甚至有這個表演慾 就在他九歲生日的時候 雖然他爸爸媽媽的感情未必很好 但是他爸爸也是相當疼Danny的 他小時候很喜歡寶珠姐 陳寶珠 女殺手 摸三學虎通街走 哈哈 他沒有唱這首的 我唱而已 對不對 但是Danny的爸爸 就請了 在Danny九歲的時候 就請了Danny的偶像 陳寶珠為他慶祝 所以為Danny帶來一個九歲很難忘的生日 也在他很小時候 偶然的機會之下 就得到一位電視藝員 心心姐姐引戰了 在一部電影客串一個小角色 當時Danny身穿一個很整整齊齊的禮服 在大銀幕初試提升 自從那次之後 Danny就覺得自己在演藝方面 是有一個興趣和才華的癲憤在這裡 Danny還未正式踏入演藝界的時候 其實他已經受到各界的學生留意到他 在一次的社交活動中 他被邀請去拍攝一本雜誌 都是我自己童年的時候 因為我哥是專門喜歡看這個好愛雜誌 他也在這個號外雜誌做過封面 在他讀書的時候 其後有一次他也在電視《歡樂今宵》演出 因為他自小 我會說他和阿B 中鎮圖的淵源 但是他那時候 很年輕的時候 還未入娛樂圈之前 已經在《歡樂今宵》演出 在譚明倫 中鎮圖所組成的溫冷樂隊 下串下 就唱了Barry Mamelo的《I write the songs》 I write the songs I write the songs I write the songs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聽過這首歌 後來在他的少年時期 他就開始參加不同類型的比賽 他就開始學電子琴 更加參加音樂創作 結合筆解之緣 就在他16歲的時候 參加了這個生業 全港電子琴大賽獲得初組的亞軍 在1975年更加參加了這個無線電視節目 《割展奇才》 其實他講這些全部我沒有看過 證明我自己做了很多功課 然後在1976年 他客串電影 說你是可以的 說這個 這些電影我當然沒有看 但問題是 一聽的名字就知道 可能是類似伊雷 鄭關綿 我不知道網友有沒有看 如果大家老有記 你有看的話 麻煩你留言幫我聽 下次就補回和大家分享一下 好嗎 在他讀中午期間 其實他讀中午是未讀完的中午 他爸爸把他送去美國 去音樂學院進修 但他不夠一個月 自己不習慣那邊的生活 所以就過來香港 由於他當時 就算回來香港也好 他還是很熱衷音樂創作 終於他寫了一首英文歌 叫Rocky Road 1977年的時候的作品 而負責填這首Rocky Road的詞 是鞋抽隊長 即是鞋抽警司 和他很朋友 真的很小時候的形式 當時他也參加無線電視 舉辦流行歌曲創作歌曲邀請賽 獲得貴軍 1978年 他更加參加全港電子琴大賽 勇奪冠軍 得到無線當時的關注 並且和他簽下歌手合約 成為旗下的歌手 當時他正式是二十歲的年紀 就進入娛樂圈 但其實剛剛進入娛樂圈的時候 就不是派那麼多工作給他做 可能做Bang Bang的聲音 又或者做一些和妙軒人的單元劇 好像輪流轉 是不是有人跟我說輪流轉 做誰的弟弟 這些有些不是主要角色的 他也覺得有些不太順心去發展 他進入無線之後 早前還沒被人發掘 後來機緣巧合運來了 經過一位先生叫譚國基 譚國基是羅文的經理人 把Danny引戰給一間公司叫八代 當時他一心想奉出第一代年青人的偶像 並且推出首張個人的專輯 叫做First Love 結果一舉成名 大家有沒有印象 這裡多不多Danny迷的舉手 因為我曾經說過 我有一千五人 多謝一千五人進來看直播 因為之前的集數 我經常講陳脈強 我講過我自己第一次在外國 在溫哥華的時候 第一次看到雪的時候 我想起這首歌 當時我向著天 雪慢慢地 第一次感受到下來的時候 但當時我看著天 和下來的雪 我想起這首歌 一首歌 一首歌 我們在夜聲 我們在夜聲 看著天哪 看到天 人們的天 滅在夜聲 人們 沒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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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信心 沒有信心 I'm alive just passing and life just beginning First love and sure my mind 多謝朱主席 这首歌也是影响了 当时看到落雪的时候 就是想起这首歌 刚刚这一段 我说了Danny的家里 如何成长的环境 然后获奖 然后如何进入娱乐圈 说一点我自己的经验 下一段我说 为什么他和张国荣差不多的时间起步 但是为什么他会比张国荣更早 让我喝口水 娱乐半世纪 经典又贴地